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资深媒体人赖玉生 他说这个密件曝光之后要求官方的文件以中国台湾省称呼台湾轩然大波 可是马英九总统跟相关的官员纷纷亲上火线回应 便称世界卫生大会仍然以Minister of Health头衔称呼我们的卫生署长 跟中国的卫生部长Minister的头衔相等平起平坐 他说政府官员包括国际法专家马总统如此反应 若非对于国际事务太过于不了解 就是存心欺骗人民 因为单以英伟的Minister一次并不能证明什么 拥有Minister这个头衔的人 也不一定要是一个国家政府部长级的官员 在国际间其实一个国家中央部会的官员可以成为Minister 包括了之外的地方政府海外属地 自治区等行政体系中的官员也可以成为Minister 所以我们再看到阿多德片 还有包括2009年 如果我们对照这个时间表 刚才你看叶金川这是在2009年5月17号 WHO是2005年签署这个备忘录 那么在去年9月14号 对会员国发出作业准则 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省 我们真的高度怀疑 叶金川到底 到底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知道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知不知道 只是说当我们去提出这个怀疑时 竟然被骂不要脸 来 徐律师怎么看 他不但骂学生不要脸 自己还讲了一个爽 说他很爽 我想说以前我们列宿有看到俄皇帝 他也很爽 他说俄皇帝也是皇帝 跟我们代理大人在说 他说俄皇帝也疯了 就说我很高兴 他就看起来我看到叶金川这个爽 可是他现在的逻辑是当俄皇帝 对 还在骗 就是这样 就像台译在说俄皇帝也疯了 所以只看着那个儿子 没看着叶金川那两个人 所以大家去思考一下 叶金川在爽什么 他凭什么去骂我们这个学生 就是说人们问你会说台译吗 那个学生孩子欢迎很好 我还会说科家化的 你会厉害 对不对 会说台译 我没说一句话 不要叫当时才会开始说台译 到现在还有多少国民 都会大广没有说台译 不叫金川说来我听听 是不是 不叫他现在主席 没有说台译 不要说台译也很爱台湾 跟台译没关系 我经常说的 小伙子负责不要说台译 有爱台湾吗 为台湾的民主打拼 我们看到金恒为 金老师 他也说台译不好 但是爱台湾的心目是爱台译 但很多会说台译的 在出为台湾 不能忘记 所以那没关系 但是他就用这种 事事而非理论去问 我们这个黄海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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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学生音 我说我对这个学生音 对黄海龄 这个女学生 我真的是佩服 我因为你说台湾人 要每个人的餐图这样 我相信 没人敢给我们求 但是可笑台湾的餐图 夜镜专这种人受罪 在发送 人家问说 你用什么名字去 你若是一个政府的官员 这是公开可以说的 大大声我用什么名字 回答出来吗 他为什么不敢回答 那其中必然有缘故嘛 因为他就没台状灰弹嘛 因为就是俄皇帝嘛 所以我要在桌共调说 今天 我们来对照两年前 整个儿子的 然后再对照 整个世卫组织说 我们台湾是中国的 台湾神 下去看这些地方 再对照 马英九这两天的反应 我们可以很明白的看到 马英九没有把台湾主权放在心里 所以他所说的公议 化成会是台湾人 那是明确的 骗酸票 看来他的鱼甲的事情 说不清楚 他也是骗酸票 但是在温良公前 那种这种包装机 台湾人民就骗掉了 所以我说他这次的抗议 是假的 我要再次强调 我们大家等来看 看看国民党在 WHA 他怎么表现 看看马英九跟中国怎么表现 我再次强调 中国到现在为止 国家去 绝对没什么 他要帮助马英九选举 马英九的抗议到现在为止 我看来也是无论 因为他不敢有真正的抗议出来 所以我要再次讲调 这个马英九这个政府 是正能处罪台湾的一个政府 是 其实委员 你觉得国民党 民众在骂他金光党 诈骗集团 我觉得他应该洗刷他的罪名 国民党应该没那么糟糕 不是吗 我想这样子 那你偷偷的官员 是不是寄这个使人旅群出 又多了一个 我想这样子 当然 政治人物两种表现的方式 一个是 你如何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一个是逃避问题 那很多政治人物是逃避问题 像刚刚叶金川这样表现 他逃避的问题 事实上你当初 假如回答 直接回答说 你用没有什么名义 或者直接讲 那大家可以去体认 因为当时的整个 国际社会给我们的压力 所以必得我们为了要2300万人的健康 我们为了要加入世贸 所以我们有一部分的妥协 我想这个前民都可以认同 这是一个处理的态度 那我在讲说八八风战的时候 总统跟周美清 一个是总统夫人 一个是总统 周美清去到灾区 老百姓都欢迎 甚至灾民对他都拥抱 而且哭泣 总统到那里被骂 为什么 态度问题 跟你的知识问题 你政治人物的姿态 是到底是摆什么姿态 所以我常常 我的个性是这样 我很喜欢去揣摩 每一个人 到底他这件事情 我每次在看事情 都在看 你今天你讲这个话 或者你今天这个态度 你到底 这样可以得到民众的认同吗 民众真的听得懂吗 所以我经常在骂观点说 你根本不了解 什么叫群众语言 群众即便你 我拜托的事情 你没有达到 但是我看你的态度 对面对我的态度 是真诚还是不真诚 你真的很真诚的 来帮我忙 但是你没有达成 我很感谢你 但有很多不是这样 所以我自认为说 国民党内部很多人 不要自认为 自己都在帮国民党加分 事实上你都在帮国民党减分 然后马总统旁边 又用了很多这种 帮国民党减分的人 那今天我 我觉得你这样讲 会不会他们觉得不太公平 不公平也要 不然你还跟我变 所以我好几次讲 马总统的敌人不是别人 是你自己 你自己的态度 要怎么样去转变出来 让台湾人重新找回 当初给你的700多万票的热情 这个热情没有的 这是事实 国民党当然要面对这个事实 那怎么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剩下几个月 怎么把这个热情找回来 我身为国民党 我当然担心 哪有不担心 我哪有说 马总统现在随便做也会当选 哪有这回事 现在是危机重重 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现场